6月30日是皇家居逝世28周年的日子 比昂乐队成员叶士荣零点准时在社交账号发文 道念好友怀念你家居 据悉日本时间1993年6月24日凌晨1时 为宣传即将发行的日语唱片 比昂应邀到富士电视台 位于和天丁的4号录影视拍式游戏节目 游戏进行了15分钟便发生意外 皇家居在狭窄并沾满水渍的台上奔跑时不慎滑倒 皇家居头部朝下摔落 后脑首先着地随即昏迷 建议皇家居头部严重受创 一时并未施手术轻走脑内瘀血 留意6天后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医院逝世中年31岁